这个就是传输中的包厂啊 我早就不玩承包那一套了 可能是他们家生意不好吧 生意不好 那天的事 我知道 你一定是有什么急事 才迫不得已走的 对不对 不然哪个男朋友 会为了晃点自己的女朋友 专门跑到楼下才说不一样 好了 今天呢 是我们在一起二百零二天的日子 那 新年日快乐 新年日快乐 我怎么觉得这几个合得有点不对啊 是不是 觉得我抢了你的台词 幸福来得太突然 就像龙卷坑 我觉得你就这么轻易地原谅我 是不是想跟我来个大招 原来我在你心里这么阴险 我有那么阴险吗 不阴险吗 你说我这求生欲不强 不就早就变成单身狗了 我发现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年轻了 本来就很年轻啊 是吗 可是后来和莫大设计师在一起了之后 我觉得自己有点苍老 明明更年轻 所以你要感谢我 你要请求一直跟我在一起 这样才能让你永保青春 先把眼睛闭上 干吗 请闭上 可以吗 可以吗 这是上次你在巴黎给我准备的那些小灯泡啊 虽然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回巴黎了 虽然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回巴黎了 但是我要让你知道我是你的爱 就和第一次跟你表白一样 而且呢 只会越来越多 开心吗 我可以请你跳个舞吗 可是我不是很会哦 我也不会 我曾经说过 我并不相信童话 童话 从不告诉我们 住在城堡里的公主 可能活得并不快乐 他也不会说 一枪孤勇的骑士 没能战胜恶龙 反而被深渊吞噬 那些眷恋的青春故事 总是会随着岁月凋零 变成深夜里 一声毫无意义的叹息 现在 我忽然发现 爱情 或许是老天留给成年人 最后的童话 它让你愿意去相信 在这个世界上 总有一个人 总有一个人 会披荆斩棘而来 用最真的心 最深的情 认真地写出 这属于我们的童话 有一位诗人说 人不是活一辈子 也不是活几年几月几天 而是活那么几个瞬间 要感谢耀眼的你 让我人生的许多个瞬间 都变得闪闪发亮 用心的爱着